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弗洛倫終於推出 那三輪組的另外兩輪到底是誰呢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那首先呢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小鈴鐺 分享感謝我的支持 這邊注意到一隻貓呢 對我們非常關照喔 感覺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貓 那有時候呢我們單挑 在四距離比的情況下呢 輔助打野或中路任何人 過來丟個技能呢 收穫定就會影響戰局 所以呢身為輔助或中路的話 有時候也不要 乖乖的帶在線上喔 多走動才是好的 這樣子還有全場的擊殺參與率 那如果跟敵方弗洛倫單挑呢 通常是等他先用被動喔 弗洛倫的被動呢是一個途徑 他用了之後呢我們再用 這樣子就有一個被動的優勢 這樣子呢血量就可以慢慢的累積起來 那這裡注意到呢敵方打野也來了喔 下路熱鬧起來 但是呢敵方打野是還沒上四等的喔 那我們現在找到打野麻煩 我們的鬼魯呢也馬上趕到 OK 上輪何必 終於把他擊殺 這裡我們也拿到手上呢挺不錯的 而這時候呢敵方弗洛倫就會壓力很大 畢竟要血量這麼少呢 我們還有三個人包圍 他要撤退也不是喔 回神也不是 我們打他一下呢 準備差不多該拉開 最後呢他竟然衝過來跟別人殺喔 這邊有一顆人頭的路障 也差點被防禦他打死 然後趕緊快速清個兵線 因為我們說說我們被動的途徑呢 如果命中英雄的話會回復血量喔 所以呢我們也是有續戰能力的 再來我們使用大招的時候呢 大招的決鬥狀態下 我們恢復血量會雙倍 當然呢我們只是我們的途徑被動 戳到英雄才會回血 戳小兵戳也快都不會 我覺得造型呢還是挺帥的 而且呢那個劍感覺看起來特別強 感覺呢弗洛倫可以吹個造型 比如什麼 仙劍奇俠傳 什麼大師兄 什麼劍線 會特別的帥喔 但由於這個英雄呢應該會非常熱門喔 如果很多人買很多人玩的話呢 官方應該也會出多點造型 OK注意一下敵方弗洛倫 如果跟他換血的時候呢要注意一點 就是我們一技能盡量不要控 所以控到一技能呢就很弱勢喔 自己注意到敵方的盧蜜亞 我們嘗試去抓他 但是呢 他腿怎麼那麼長跑得那麼快 這邊兩隻都抓不到喔 敵方兩個都跑掉了 是盧蜜亞的時候 我少數看到他跑得特別快的盧蜜亞喔 我們注意到呢他有帶一雙鞋子 說不定還有10顆精靈 盧蜜亞這個英雄呢 有時候確實沒那麼容易殺 畢竟他二技能會把我們彈走 而敵方的安奈特呢 他的封牆也會把我們彈走 這一場呢我們要進場的話會有點麻煩喔 所以團戰的時候呢可能沒那麼強 太容易被敵方中到我們的臉上 所以跟你想做法呢 應該是找了機會去單殺敵方 或者抓敵方的撈蛋 自己準備跟敵方斧倫單挑 有機會就戳他一下 有機會就戳他一下 就這樣消耗大雪狼 可以注意到呢我們戳了之後 要馬上按二技能 然後再滑開 這樣才會把傷害最大化 當然如果敵方站置不動的話 我們可以 戳他一下滑開 二技能滑開 戳一下滑開 二技能滑開 只不過呢 現實中敵方不會站著不動喔 所以我們得隨機應變 當然隨機應變是比較 境界的玩法 如果你是初階剛學術學者呢 你應該要學會減肥皂法 看過我們上部影片呢 應該都知道喔 如果沒看過呢 趕緊去頻道搜尋一下 這裡注意到我們的一隻貓呢 是一個克里納卡 哇嗚 輔助單殺敵方打野 確實挺強的 挺強 敵方這個腿很長 保存很快 盧米亞過來干擾我們呢 我們是先躲一躲喔 敵方是挺提防的 往草叢裡面丟炸彈 這邊我們先乖乖清兵 注意到還有三個英雄 三個的話我們也就被他出去囉 喔 安奈特以為他躲得非常不錯喔 早就去抓敵方弗洛倫 先用大招決鬥狀態 決鬥狀態呢 安奈特就控不住我們 這是我們大箱 一個漂亮的大招 趕緊追上去 一套連招 結束暈眩之後呢 安奈特一兵收掉 這邊後來有一個雙殺 看得不錯 喔喔喔喔喔 喔這個盧米亞的大招呢 挺陰險的 沒關係我們待會再去復仇 可是呢這盧米亞的玩法 他非常的貴喔 感覺是一直看小地圖 這也是一個非常合格的盧米亞 大家呢如果想要玩盧米亞 記得學他 非常的謹慎 像他呢不會隨便走 一直躲著呢 我們也不好殺 這樣子也不要勉強去抓他 弗洛倫呢他有點算 中距離有個途徑 可是我們一技能呢 其實並沒有那麼長 常常會差一點點夠不到 所以呢記得要多踏錢一步 但這時候是更多 than another love of war this ain'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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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我們以弗洛倫不會過來貪草喔 可是呢他太靠近防禦桃也不好殺 這時候我們暫時從一個邊緣人呢 就趁這個時候發育發育 我可以找到他們弗洛倫 看他要不要跟我們單挑 他躲著的話呢 一個玫瑰請他吃 衝上去 給他一套臉招 決鬥狀態 再衝上去 最後給我們大象把他帶走 那我們的決鬥狀態得到兩層喔 如果敵方被我們套上決鬥呢 再死掉的話 我們增加攻擊力 到最後傷害會高到不行 以這套裝備核心來說呢 應該是炎魔跟冰袍 炎魔讓我們連著人單挑很強 而冰袍呢可以緩速 讓我們更加連人 如果你完全攻擊流的 這個弗洛倫玩得有點難呢 可以試試看這一套喔 相當好用 這邊我先過去支援一下隊友喔 過來打敵方安奈特一整套連招 結果安奈特被這個野怪 拘留了綁住我們 但我們隊友感到呢 還是把他帶走了 暈著敵方弗洛倫 這裡趕緊撤退 剛我們有點大驚小怪喔 不然以為敵方會一群人過來 結果結果一個弗洛倫 我們也趁這個時候呢 發育一下喔 基本上呢弗洛倫是不太缺物理穿透的喔 畢竟我們大招呢 會附帶一個物理穿透的效果 而且我們的二技呢 還附帶正式傷害 可是呢那是百分比的傷害喔 所以呢錯坦克也特別痛 錯卻的英雄呢 也不妨是一個額外的傷害來源 嗯 敵方弗洛倫果然非常謹慎喔 不太想找機會過去抓他 可是他就真的躲在防衛塔裡面 噴噴噴的 那就算了 這時候基本上呢 敵方弗洛倫是打不贏我們的 他的第一件裝備是聖劍 出爆擊劍 OK找到個藍 雖然我們不好魔呢 他把他偷掉也沒關係 有點缺時間 這邊蹲蹲看喔 OK 來了一個弗洛倫 肥皂撿起來 吐進二技能 最後竟然由我們的奎倫 把人頭拿走了 這種敵方沒有過來喔 我們繼續推兵線 敵方弗洛倫還真的殺不死呢 挺強的 贏隊之後呢 如果一直跪著防守呢 我們就把敵方外塔 先擺光光 而且呢 因為他不會出來 我們可以把野怪都吃了 這樣子就一個經濟的領先優勢 待會呢到了後期 我們有某恩跟大象的組合 後期看起來還是我們比較強一點 找到一個齊爾喔 稍微等一等 這邊要先往後拉一點喔 不要太高興敵方防禦塔 OK 最後還是被敵方齊爾逃脫了 今天要準備拉開喔 好漢不吃點錢盔 把敵方全部勾引出來 讓我們奎倫先收一個 感覺可以收第二個 然後抽死敵方的 阿奈特 躲開敵方盧米亞大招 找到一個齊爾喔 這裡我們可以使用大招當位移 大叫叫被動 最後一個二技能把他帶走 OK 保護性野怪吃一隻吸點血 然後還有一個飛龍 以續戰力來說呢 大家可以考慮帶一個 五個奪萃喔 可能出五個自殺五個奪萃 或者五個逼有五個奪萃 畢竟我們很常靠物理攻擊 來普攻來輸出 感覺吸血也挺不錯的 當然我們被動只要插到敵方英雄 也會回血就是了 這邊先來拆塔 阿奈特封起來呢 確實很克制我們喔 會一直被卡著 這時候注意到我們的摩恩 在偷偷間諜計畫 歐特還差點把這個主堡拆掉了呢 主堡剩下大概三層的血 待會我們再幫他完成這個大技 這裡我們看我們隊友可以 把這凱撒一併吃掉喔 並只剩下一個下路 我們隊友掛了兩個等他們復活 這裡會遇到很多人喔 我們感覺 準備要撤退 OK 大家在那邊看視野 喔 盧米亞大招有點煩 看能不能抓到任何人 嗯 看齊爾想幹嘛 今天稍微等一等時間進場 阿奈特卡有個風牆擋住我們 確實有點難抓喔 有阿奈特在 我看阿奈特呢應該是最克制弗洛倫的英雄之一 這裡呢我們如果戳到敵方的話 一次消耗一下就要出來了 不要衝進去一直打 OK 找到一個齊爾 敵方人還是有點多 我們先拉開一下等門隊友 這時候上路正在退 我們先去快轉一下喔 吃個凱撒 再準備追一波進攻 OK 我們成功拉到敵方的背後喔 來抓這個落單的弗洛倫 喔 我的天 阿奈特果然是弗洛倫的克星 超級克的 那偷偷戳這個主堡兩三下喔 再拉開一下 秒掉這個阿奈特 喔 這個叫菲妮可 我們太享受這個阿奈特了 這時候我們還有小兵在主堡的範圍 偷戳兩下 躲開敵方齊爾 最後我們奎倫跟小兵呢 終於吹敵方的主堡 贏得戰遊戲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 弗洛倫左邊線的三連鎖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小鈴鐺 感謝大家的收看 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是尚恩 星期五呢晚上我們也開直播 也會跟觀眾一起玩 有趣的觀眾場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 得到 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